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非常难得 我请到苏敬艺术医师了 今天早上你们预告 他是最好的骨科医师 今天请他 他是基隆肠经医院 运动医学外伤科的主任 运动医学与外伤科的主任 他是台北医学大学医学士 他是领口肠经医院外伤科的副主任 领口肠经医院骨科的主任 基隆肠经医院的骨科主任 他现在是基隆肠肠 基隆肠经医院骨科系 运动医学与外伤科的主任 基隆肠经医院骨科的主任 基隆肠经医院骨科的主任 基隆肠经医院骨科 出席我们的公寓讲座 我也跟大家报告 今天的讲座 我们邀请苏基因苏医师 演讲的时间是110分钟 双向过程10分钟 我们的SOP 这是中间请您不要打断主角人的演讲 让他一气呵成的讲完 讲完以后大家来发问 我们现在全场大家都要戴口罩 除了主角人上台可以不戴口罩 下台也可以不戴口罩 我们要补保护主角人的安全 所有的麦克风 电视台的麦克风 跟上台的演讲的麦克风 全部都有消毒 掌声欢迎我们苏基因苏医师 谢谢宏会秘书长宏会博士 还有基因会邀请我再次来这边演讲 刚刚宏博士介绍已经很清楚 我主要的学习的专堂 就是在骨外伤重建 包括一些运动的伤害 那我大概一半的时间 大概有15年在领口 大概就是 包括那个 可能注意力车训练 那后面15年是在基隆 服务基隆这边的乡 就是北海岸 东北讲 那这个屏幕 就是在一系列癌症的防治里面 那屏幕下得非常好 就是说 我们针对某某癌症 要去防治 要掌握它的先机 这是非常重要 那针对这个 要跟大家 就是讲 就是有点抱歉 因为骨癌 大家都很害怕 大家也常听见 但是 但是骨癌 来医院 我们知道骨癌 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原化的 所以说它 从骨头本身长出 骨头本身也有很多细胞 我们身上任何的细胞 都可能会变成癌症 就恶性化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以前人并不是很了解 为什么 大家知道说 可能是环境的关系 可能是有接触到一些毒 或是一些致癌的东西 或者说 附入到不该附入的一些 有害物质 那或者是我们 可能体质上有一些问题 那 那当然 当然没有人说 癌症是一个 生活习惯病 我们常常说生活习惯病 那生活习惯病 其实是 讲那个 带性病 就是我们的生活 就是没有 就是 没有很规律 那 吃东西 没有很协制 那也 无体不协 然后造成很多很多的慢性病 那 那我今天要开始讲 那我今天要开始讲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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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炎 就是 骨癌 它本身 就是 它是从别的器官 先发生了 一个癌症 然后 它就 经过血液 经过临发现 我们身上很多管道 它跑到骨头来 因为骨头 本身是 很大的一个器官 它有 支撑我们身体的中枢骨 脊椎 脊椎 这些骨痕 那还有下肢骨 所以它 常常在脊椎 好像是下肢 它就产生了一些 它反应过来过的一些 不良 而不是多好 一些症状出现 那来看你的医生 那 其实 医生有 很多 就是有 背痛 你可能去看副健科 也可能去看 神经外科 或是看一般家庭医学科 都有可能 那 但是大家对这个疾病 并不是都一直保持十分高度的一个警戒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 骨癌的发生一次 喂 声音很小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刚 那些疾病 因为我本身疾病不是很大 就是说 它的发生病 并不是那么常见 但也不是说不会发生 在 在医院里面 其实也是 不少见 但是 不是那么常发生 那我们现在 所以 所以 要去掌握心 就有点要非常的费思量 要很小心 那我们今天 开始跟大家讲 就是说 因为我们 医学的进步 当 有看到今年的医学 诺贝尔奖 是当一个 对最终 人类 尼安德塔人的基因 然后研究它 它跟现代人 跟猿猴之间的一个不同 从他们已经几万年前的骨头里面去找基因来分析它 对于我们人类的演化 它存在在地球上的这个尼安德塔人的整个基因体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 大家知道 基因也是会将来解开很多我们对于衰老 或是一些很顽固的疾病 所以衰老的一个秘密可能会是一把就是打开它的一个药匙 那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才真正有了一个人类全体基因的一个草图 那这个就是一直在进步中 在吃草图 但是对于这整个组成的它的功用相对的功用并不是非常了解 但是这些了解其实我们有大概两三万个基因 那这些了解从几千个到快阶梯以往不断在增加 那有些很困难缺制的部分呢 也慢慢被解开的命运 那我就刚刚的开场就说 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做临床的 所以我看到的都是疾病 就是说已经发病了 那刚刚有个讲说 发病我们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我们虽然有发病 但是它在现在的一个整条上 如果你有一个很好 有一个overman 只有你有一个组成非常好的一个团队 那你可以给它一个最好的一个帮助 那等一下会讲 那刚刚讲这个最重要的两个圈 在现在发现的一个就是专利 那我们当然应该也都听过 专利就是染色底的一个末端的一个小帽子 那它呢 越长比越短的人要好 所以说它在我们就好像像其他一样 它使用之后呢 它慢慢慢慢会变短 所以有比较长专利的人 它通常会中移比较长 那它有一些疾病发生的机会比较少 另外一个被发现是说 在染色底中 它有一个叫酌酥酯 它是酌酥酯 它是一个我们分裂的时候 连结两条染色底的一个蛋白质结构 那这个也被慢慢知道它的命运 就是说因为我们细胞分裂的时候 要从这个地方解锁 然后分成两个细胞 或者两边各有两条染色 那这个常常在解锁 又从长因在复制 它就好像是预表器一样 同物同物使用之后 它慢慢有时候那个印射就 就容易发生错误 或者印射越来越不明显 所以这个也是现在一些比较了解的一个神秘的地方 那这可能也跟我们未来癌症要再进步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我们先讲一下 因为其实 鼓癌和鼓炎 在实际上 它实际上是排不上手 它大概发生率大概 0.2%左右 那大多人低的癌 就是肺癌 或是乳癌 或是前列腺癌 肝炸疑降下 大肝癌这些 针对这个 针对这个 我们知道癌症是 国人 十大 十英之一 一直雄居宝座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大家的生活 环境改变很久 公共会生也进步了 一些传染病减少了 所以 刚刚的受益都非常长 所以 面对就是一个老化衰老 跟这些慢性病 那 所以 所以 这个问题 当然就 最突显说 我们 其实会非常注意到 这个重要性 所以特别 很多 各个领域的 对 对 有 协有章经的 医师来跟你讲 那我 我不是 我是 对 就是 外伤的重建 就 下的比较多功夫 就是一个重大外伤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 虽然他每年的死亡率 都有微乎在增加 但是他 这个原因其实也不难 不难理解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五年平均 除我以增长的 以前没办法治疗的 大胺得到白血病啊 甚至有很多肺癌啊 这些 现在都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他的寿命 都一定都延长了 所以 大家可以了解 他的死亡率一定会 一定往上胖 因为 就是 能够活更多的人 多 所以 年纪越来越大 那 人越来越多 平均 这个 这个 年纪也越来越大 所以他的死亡率 每年稍微增加 是一个可以预期的 那这些 这些要降低 他的发生率 大概就 从更早期去 增测出来 他早点提早治疗 他有办法 成功 那 那么我们知道 有些是可以 事先的 筛检 大家都知道 就是 外户部也有 提供 对啊 比如说 年轻的女性 做子宫品的 某片 那 大一点的 中年妇女 就开始做一些乳房 摄影的检查 若家里有 妈妈 阿姨 乳房的病死 他可能 就可以提前去做 或者 针对有 那个 大肠癌 的族群 就做一些 潜血反应 或者是 有 饺食冰囊 或是抽音的族群 或是原住民 他们 为了工作 提前 常常 就习惯 饺食冰囊 提供给他们做一些 口腔棉墨的一些检查 这些都是大家 耳烟能详的一些事情 那 我们现在讲到 古牌 大家 一定很惊奇 为什么 会发生 癌 这个 为什么 我们细胞不是都 都运作了非常 我们才有方的长大 长这么大 今天看看 事实上 它发生机率 其实不大 但是我们的细胞 统计起来 大概 一百兆的 所以 即使是 像众后后 那样 不容易发生的 一个 复制的错误 或是整个 分类的错误 或者一些转类 各种各种各种的一个错误的基准 它加成起来 它还是可能会发生 但是如果 只是单纯发生错误 事实上 它也不会变成一个恶性细胞 它要变成恶性细胞 通常要连去犯好几个错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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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说 你说 是不是特别 印象特别不好 有时候可能是这样 但是大部分时候可能就是 会不会 免疫当机 免疫会怎么会当机 免疫当机的理由 免疫当机的理由 就是我们可能 比如说 浮入到比较不好的浮色线 或者说我们有抽烟 或者是吃了很多不健康的食物 就是我们不太爱运动 不太爱运动 有一些慢性病 还有生活习惯性 那这些都会降低我们的履历 或者履历 那这些 然后我们种种的因素加起来 之后 我们得病的机会就变得高了 得病的机会变得高 比如说 那个大肠癌 大家是不是知道 跟不喜欢 蔬果这些类的食物 都吃一些比较 就是 经过加工的食物 就是比较容易 对吸道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对 大概是这样 那 那股癌本身的 房子 其实 因为股癌 自己发生癌变的机会其实很低 它大部分都是被 产生在别的器官的一个 二性肿瘤 然后跑过来 所以 骨癌 绝大部分的房子 应该也是要去处理 那十大癌症 因为它大部分会跑到 肺癌、乳癌、全面线癌、肾脏 这些都大肠癌 这些都会跑到骨头来 会造成骨头的一些病病 所以癌症的房子 就骨癌的立场来看 它应该是回到原先的立场 就针对那些容易发生的地方去做房子 那 刚刚都提转移性的一个股肿瘤或是股癌 但是我们是 事实上骨头也会发生癌病变 那骨头癌病变 我们通常常见有三种 一种叫骨肉癌 或者骨肉肿瘤 恶性肿瘤 但是这个肿瘤不容易发生在大人 大部分发生在小朋友 大概十岁左右 或是年轻一点的男性或女性 那这个 这个就真的是骨头的一个ID面 但是它本身 发生的原因目前都还不知道 目前都还不知道 有可能也是基因上的一些问题 但是目前还比较真正的原因 就是环境 或者是有吐露到一些不应该吐露的东西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那在英国统计 它发生的其实并不是 男女性差不多 大概十万个 十万个人不到一米 所以其实是感觉上好像不严重 但是它其实对生命的人来讲 以前大概是节肢 在二十年前 你一定要发生这些肿瘤 大概走向节肢的机会很高 甚至那时候没有很好的一些药物来控制 那很多很快就转移到我们重要的器官 在肺部和暗闹 就是两年的除默率其实是相当不高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股癌发生的 那肛场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是疼痛 就是可能是下肢的疼痛 没力去照平常这样来活动 站起来就非常不舒服 走动一下就不行 或者是根本就发生了骨折 然后转移过来的这些癌症往细胞 它会破坏我们的骨头 大部分就是会溶骨 我们就破坏 把骨头的强度破坏掉了 那骨头就没办法支撑我们的身体 它股就断掉了 那所以我们在领床上碰到病人疼痛 我们大概都会问他有没有过外伤 有没有受伤过 他如果没有受伤 或者说病人曾经就是有治疗过乳癌 大肠癌肺癌这些 那我们都会非常小心 他没有受伤又有这些病 或是没有受伤 但是他有这么剧烈的疼痛 我们大概都会把它列入考量 那我们最长最长最长的检查 大概就是在门本 就是给他做乙瘪检查 问了病人就给他做一个乙瘪检查 乙瘪检查就包括有没有肿胀 有没有触摸到硬块 或是关节活动有没有问题 或是翘翘看有没有很不舒服 这些大概是我们在领床上 可以常看到的一些症状 另外就是有时候他长的部位 可能就是在血管神经旁边 可能会造成两下肢肿脏 或是长在脊椎 他可能压过神经 产生了动物神经痛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除了刚刚讲的 就是从乙瘪去胃尾道 我们有时候也会安排一些检查 比如说福歌掃描 他不是一个很敏感 也不是一个很特专性的一个检查 那我们可能就是排行那检查 因为病人没办法解释的体重 那休息也没办法缓解 药物也没办法缓解 那乙瘪检查 不像一般常见的疾病 比如说肥瘪盘突出 或是有一些脊椎挟转 骨刺吸压道成绩 那这种后没办法解释 比如说这些排阶 比较特色的检查 比如说前身骨骼掃描 那前身骨骼掃描 它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根据就是说 它这个其实是会把微量的标记 就会跟我们的跟盖很接近的这个 连处打进身体里面 然后经过在两个半角到三角之间 我们全身去照相 从头照到脚 那这个标记它会集中在我们身体 血液循环就是非常 就跟平常比起来非常 突然提高很多的地方 这血球特别丰富 那这很代表 第一个是发瘾 或者代表就是在感染 或代表这个地方被破坏 身体被修复 那这地方就会变成我们 提高我们的景点 另外就是说 银帽只根据骨骼导鸟来断定 这个就是骨骼 但是如果它非常亮 分数大于平常 平常可能就是一分 这的话大概就一分 那它如果三四分 我们就是高度发瘾 那可能就会再去做一些更详细的点 比如说电脑断层 或者是核子共振 电脑断层跟核子共振 它就有办法做局部 我们发瘾的地方 做更详细的一个 影像的一个扫描 跟呈现出来 那另外呢 所以我们 我们常常会有 在男者说 病人他怀疑他是 因为他爸妈 或者他家里有人 就成立因为骨验 然后就是非常不舒服 所以有时候会来做检查 那但基本上 因为他没有那个 种瘤标记 有些疾病 他像刚刚讲 他有一些可以筛选的一些 简单方法 而快速安全 他有一些就没有 像 苦言这个部分是没有 种瘤标记可以筛选 但是 就是我们可能就 会等下做 如果他强烈怀疑 有时候我们跟他加上 那个叫正直扫描 正直扫描 比股草苗还要更精准 要更精准 那他的辐射 既然也是在 安全范围里面 就是非常安全 然后就可以跟这 比较小的一个病障 这有时候 我们会选择 做一个正直扫描 那他这个是有结合 就是结合的放 这个是 苦草苗跟那个 电脑断层 这两种 像有点 另外 针对有问题的 那我们要做一个 最后的诊断 有时候是需要做切片 提到切片大家都会很害怕 因为他就是要 要手术 或者要做真的一个穿刺 所以哥哥比较痛 比较不舒服 比较有风险 但是他是一个 要得到一个正确诊断的 可靠的方法 因为你要开始一个 比较大的治疗 有时候你需要一个 确定的答案 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做 那个 就是做 那个 手术 做治疗 做化痩 因为那个 后面都有非常 一个 就是说 你可以 因为这样得到治疗 但是 他本身会带来很多 很多的一些 不舒服 跟副作用 那另外 比较新的 还有一些生化 生化的情况 那这部分 我们目前是 做的比较少 你再看一下 那 大概 刚刚都有讲 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 对他真正 原因 不清楚 但是 有一些病 我们知道 可能会病变 比如说 那个 曾经有 那个骨头变形 然后骨头整个 那个结构 变得 形状变得非常的模糊 好像骨头长得非常非常多 或者说 以前曾经有过 良性肿瘤 就是 比如说 刚刚讲的骨肉瘤 以外 还有一种就是 软骨肉瘤 软骨肉瘤 是 本来 我们身体 在 成长 肺带成长过程中 它是很多 软骨聚集的地方 比如说 骨盆 那这个地方 在 六十岁以上 有时候 身体不知道 什么因素 它会恶性化 所以 有时候 我们针对那个特殊位置 也会去 怀疑 就是说 我们因为有这样一个认识 病人在那边 有一些不舒服 又有硬化 我们有时候就怀疑 就是 不是转移 它是圆花瘤 床 床变成恶性 这可能性 比如说 我们知道 小孩子 有时候会长一些 你叫做软骨瘤 长在 那个 关节的旁边 它通常是单一的 也很新的 但是 我们知道 这个 软骨瘤 瘤人 是长了很多 那如果只是单一的 它二性化肌肉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如果 身上 长得 到处都长 那它二性化肌 就可能 就会变成 百分之一的一个机会 那 平常对于 软骨的 这个 软骨瘤 我们的治疗 就是 定人 如果只是单一 那它没症状 我们可能叫它观察 但是 它如果是 会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 小孩子有 生长花育的 这个可能 所以如果 这个有影响到 它的 花育 会让它 关节长 和肢体长 长的方向不对 或是 变短 或是 去顶到 它正常的 构造 有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看 必须要看它 把它切除 对 那 另外 有人认为 遗产在这边也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 真正你讲疫情 我们不是很了解 那刚刚讲的 政治扫描 它的辅射性 其实是相当安全的 那一般允许在 担音是允许在 50个毫七火 大概一两 照着一般胸腔 大概没什么关系 有必要的话 那好几张 一般是 限定在100个毫七火 大概都是安全的 那 骨头 很重要 支撑 然后保护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可以运动 所以当它被这些 壞七包占据的时候 它可能一开始是没症状 但是 一旦它有症状 它可能就产生了 骨折或产生了一个疼痛 或是压到神经会压到血管 这些 那 OK 刚刚提到 那我们比较 大家比较关心 应该就是说 弱的症状 大家可以来看 那 或是被痛 大家可以来看 或是骨头变瓶 应该 没有理由变瓶 大家都会有警觉 那 或是说 全身症状 就跟一般 二性肿瓶 一样 会疲倦 吃不下 或是 活动 整个能力都下降 这也都会让大家提高清洁 但是 这里面要区分的 其实是非常复杂 因为最常见的被痛 大部分不是因为肿瓶 所以 其实大家都不用害怕 因为 被痛来看 很多都是 只是我们因为工作太劳累了 或是没有得到足够休息 熬夜 或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支持不良 或是本身 本身 没有养成很好的一个 做事蛋吃 或是平常有一些应用疾管 也常常会腰断被动 那 肿瓦 有时候大家 我怎么摸到肿瓦 有些并不是 真正肿瓦 因为可能只是 你 不常去摸自己的身体 你摸到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结果 那为什么 两边不对阵呢 因为有时候就是一个 同身体并不是 完全对称 它可能稍微有点侧弯 这边好像比较突 这边比较突 那有些是 我们在 我们的观点 其实经过的 时间有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身体 其实是 活动的 变动的 它都会去尝试修复 我们自己的身体 比如说 我们看到很多人 年纪大 慢慢慢慢 好像 就长了股市 其实股市是 我们身体 想办法要去 修复我们 过度使用的 一个观点 就是它的 那个 什么样的 稳定性啊 它的活动性啊 稳定性变差了 活动性变不好 这就是因为 我们要修复的观点 因为我们肌肉韧带的 这些构造 或是肌肉的质量 都没办法像 年轻人一样 那身体会去修复它 就会长了很多的骨质 那其实它 当然我们希望说 如果了解将来 老化 真正的年纪之后 也许这些问题 还可以解决 然后让大家 可以在 70岁、80岁 还可以保持 可能跟年轻人一样的身体 那是未来的一个希望 这是刚刚讲的 就是说 造成 我们了解的造成癌症 跟我们生活疾患有关系 但是 因果观念要不知道 可能是有相关 那我们自己的体质 还有我们过去的病毒 比如说 就刚刚讲的 现在得到一个癌症不够 如果我们有人还得第二个癌症 所以有癌症 其实有时候已经都治好了 但它会再得到第二个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刚刚有提过 就我们身体不断需要修复 就是我们有细胞不断会老化 那新细胞 那新细胞会产生疏 比如说刚刚讲骨头细胞 骨头每年 被 短日死的骨细胞 会被剃腕掉 剃腕成新的 所以十年我们的细胞大概都全新了 所以身体 会不断换新 那太旧 它维持了我们的一个正常的运作 所以就一直有机会 就细胞的整个复制制度的过程就出了一差错 就感觉产生了所谓的癌症 然后是恶性感觉 就是说我们那个 讲的这些都是临床的一些经验 那我们在 在另一个治疗希望之后 它也是需要根据我们 临床所获得的这些经验 还有病人的想法 它 考量它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提供它的一些参考 各种治疗 等断的一个可能性 它的故障的好处坏处 然后就是整个大环境可以提供我们 同样的一个资源 来做一个捷径 那这些其实都有一些 就是科学上的一些根据 就是说 当然我们在 引进这些 要想要去 提出问题想要去解答的时候 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说 不见得就是可以得到 同样的答案 有时候越做越模拟两可 但是因为累积了很多 很多专家 大家努力就慢慢对 我们疾病的一个治疗 就比较有一些好的方法 也会产生比较安全有效的一个治疗 所以大家看到都是幸福 就是说我们当初 刚刚进入医院的时候 大概二、三十年前 那时候 那个繁血病 那病人大概就是 就是非常忧愁 好像是小朋友 那他一旦急进化 大概都活不了一两年 没有药 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他现在感情很多都可以治疗 有时候甚至老人家也可以治疗得不错 还有一些很肥的一些治患 所以 其实时代不断在进步 我们今天的讲题是防治 要打握先机 刚刚有讲说 很多人因并不是很清楚 那基因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希望 但是 基因的研究方针未来 了解了很多 比如说专利 和实体 但是真正的作用 还没有达到说 我们介入 可以让我们 不要那么早衰老 不要七五岁就衰老 是不是可以再晚一点 八十岁就更远了 然后活得跟年轻人一样 这是大家的希望 但是我们现在能做 我们现在能做 我们知道的就是说 我们可能要有一个健康的 身体就要健康的生活形态 饮食方面要处理 要有运动的习惯 那这个其实就 有很多 在乡下 或是在比较 不是都市的地方 但是就有人 就有这样的生活方式 给我们当参考 比如这边 苏格兰的这个一个物园 他们每天都要 就要去送信 他们都是走路 我太清楚了 就是这样来讲 他整个那个 就是 心血管都很健康 就是这样 这个应该有 就继续症 所以说你有健康的时候 不代表说 你可以活得更久 但是你绝对会比 没有那个 健康应用习惯的人 你会比较 就是你的移密 就是你会健健康康 到七十几岁可能他很健康 但你可能八十岁过去 但是你不健康的那个 的时间会缩短 就是说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很健康 但这是我们希望做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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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有一个 就是我们 古老 是首级彩裂 那时候我也生活 大家都大家听听说 那但是 送你不正常 那 那大清清 那 他们其实 也不太 不太应重 但是 但是我们 可能没办法跟他们一样 我们还是要比较 就是 可能要拘束自己 就是说 虽然我们可能被选择修 就是不动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动 可能对自己的 健康会有帮助 但是我们应该感觉自己 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 过一运动 还有一些 是不是 有些慢性病 也是要去治疗 那 到底什么样的运动 会适合自己 可能要根据年纪 可能要是请教 那个 就是 比如说 有心脏的问题 可能要请教心脏可以适当 要请教 新陈代谢可以适当 所以我们还是要 要做一个适当的运动 还有就是说 虎转移 是不是就不能运动 也不是 也不是 经过治疗之后 也是可以适当的运动 那 就是说 虎转移 听起来很可怕 但是让它可以治疗 是让它可以治疗 那 治疗 虎转移 一般我们常见的就是 一个是在脊椎 一个是在下肌 那 我们有各种治疗的方法 那 这个 要看它转移的 已经发生的骨折没有 或是它只是一个部位在压迫 那 基本上 我们治疗目标是希望这样子 就能够把造成骨折的地方把它修复 做适当的固定 让它可以 可以 可以有推入它的五硬性跟它的功能 那 腫瘤的部分 在 做一些 放射治疗 如果这个腫瘤 对放射治疗是敏感的话 就会安排放射治疗 那 放射治疗的医师 其实它会根据它的部位 给它 计算它的需要的一个剂量 做做治疗 那 放射治疗本身 放射治疗本身 其实 也是相当不舒服的 而且它会被骨头的一些 周遭组织 也是会产生纤维化 所以有时候 那个 骨头就不容易遇合 甚至会 坏掉 事实上这些治疗都有相当的缺点 但是也有更高阶的 比如说 肢子治疗这些 但目前这部分是 相当昂贵的 肢子治疗 动不动都上百万 非常非常昂贵 另外就是说 疼痛的控制 和压迫曾经造成 没办法行动 我们 就希望能够 不要走到这一步 那就希望要早点做治疗 所以早点治疗 有些重要性在这里 另外我们病床上 现在大家大概都知道 就是 就是标保治疗 标保治疗就是 甘珠的抗体药物 那这个 就是在 内科 小学一种有科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 那 下一个 这个 这个 标保抗体的治疗 这些都非常昂贵 但是它 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很多的 即使是 不是以前 不是以前 零八 零八瘤 那些 像 像 很多 实体的 这种 有个 标保治疗 之后 或者有一些免疫療法之后 它都可以让病人的生命可以延长 这个延长 所以变成慢性化 它不断要去治疗就是 那 2013也就是我们 治疗 治疗 治疗在 骨头之中的药物 那 它的那个 药物是作用在 我们的 破骨细胞 我们知道 我们的 骨头的平衡 一个就是造骨细胞 不断造新的骨头 它一个是 破骨细胞 不断把旧的骨头引走 那 骨头画的时候 有时候会产生 四望很多 血盖 四望很多盖到血里面去 造成高血盖 高血盖 我们会抽筋 人会 会有问题 这一部分就需要治疗 那 药物三元 用在骨头之中 它不是在治疗血盖 那气量通常就比较低 大概只有一半 那它是 在提高我们的骨密度 希望因为骨密度的提高 让我们骨折发生的机会降 减 比如不使用的人要降 减一半以上 针对脊椎 或是吃 这个胖骨 都可以长到一定的效果 那 这是我们目前 比较 常用到 酸骨头的药物 哦 那 那 那 对 提前 诊断出来 常常需要 有一些 肿瘤标志 但是很抱歉 就是在股癌 这方面是没有 肿瘤标志可以用 那 有时候我们可以利用 这个 生化铁精 或是 静点去做检查 那像 多花静骨垂瘤 它就是需要用到变硬化 这个大家常常都有提过 那 常常 骨折 就像这样 我整个有自己的普遍 就是 它把骨头破坏掉 它就是 在吃吃骨 它就断定性骨折 那在脊椎 它可能就造成 一个压迫性骨折 那压迫性骨折 要跟 一般 老人家的 比如说 压迫性骨折 来分别 但它其实压迫性骨折 会不太一样 那 像 大家可以看到 右边 右边这张 可以看到 这骨头 跟这边骨头 正常骨头有 有皮脂股 很厚皮脂股 的一面形状 它基本上是被称 那大家看看 对骨头 皮脂股变薄了 里面好像有一个 散去的一个 熔骨的 印象在这边 那我们用 那个 我们就会做 骨隔扫描 看它是不是 全身 其他地方 有没有问题 那看起来 就是这里有问题 那除了 另外 病人如果 有 比如说 背部疼痛 或是肚子疼痛 或是没有办法站立 或是躺着也不舒服 我们会安排 那个 何止控制 因为我们发育是有 全身压迫 全身压迫 常见的是 随间板突突压到 或是 掌骨刺去压到 这比较常见 或者因为 鼓刺中造成骨折的压迫 这病人 像我们的重症看 可以看到它 好几节 而且 它被骨头 訊号都改变了 表示说已经被 不正常的 组织 踢弯掉 反正是一个骨髓 正常的组织 它被不正常的组织 踢弯掉 它訊号就改变 而且它整个结构被破坏了 它压到后面去 所以造成病人 疼痛跟舒服 而且部位 好几节 它不是只有一个部位 通常一个骨折很少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 压迫性的 疾病性的骨折 它最早的 是来自于我们的肺部 那刚刚有提 就是说我们的 中枢虎 跟宽虎 大概就是 转移最常见的地方 那经营 还是 肺炎最多 所以是刚刚有提 那 这个 正直扫描 除了 可以帮我们得到正确诊断以外 它还可以帮我们做分析 那还可以做治疗后的一个追踪 这是我们 治疗 癌症的一个 很 很好的一个工具 这个 它还可以给你 那个 不同颜色去判别 那 比如说这边 刚刚那个提的 超级结色的问题 都是黑黑的 我们可以看出它的 那个 这已经转移了 还有那个总流 有没有淋巴结 这些也可以去看 OK 那我一下我一些 一些 隐藏的病理给大家看 那 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 乳癌一四期 那也在治疗 那治疗控制的都不错 那他是 都可以上班 但是 后来 因为 他的 臀部非常不舒服 再有一阵子了 大概 好几个月 他是一时都只能 然后想说 应该只是 一般的 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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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没有很 所以没有很特别去訓令他 然后等到他有一天 他真的很不舒服 他才来看 他被他主管一样外向 看一下 有时候 有时候 适当的担心是应该的 但是 过度担心好像就是 那有时候是好像 但只是影响你的生活,但事故当中是应该的 那其实良性的有的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要区别,其实也是很多东西要区别 在经常上其实也是蛮复杂的 各位各位,我们看到 这个大腿跟左边,左边看起来就比较完整 这大腿跟骨头的外观都被影响,变得不清楚 这边也是,右边有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刚刚介绍说转移就是把骨头破坏掉 其实不然,也有一些转移 它跑到骨头的地方是产生了新的骨头,变成骨头皮 原来的骨头还要多,比如说转移腺炎,就是在中老年的南京比较常见 现在很多阵势就是说,这些骨头破坏可能是因为 那些细胞本身破坏,蛋的空间把它破坏掉 蛋有可能是分明的一些细胞结束 细胞素去破坏它 细胞素去破坏它 或者它直接产生了护甲状腺素 我们知道护甲状腺素是可以用来调解骨头的 它会让骨头失望出钙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高血炎等等 那这个都比较像 其实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那骨头其实被破坏要超过赶至40之后 它才会带光对我们看突然 意思是说,骨头被破坏,但它如果没有骨头 其实我们不见得会有症状 不见得会有症状 像这张,像这张大家看 像这张就是产生很多很多骨头 这就是成骨的一个现象 不过这张看起来 就是如果常常在看影像 你会觉得就是不对劲,就是有问题 就产生很多骨头 这也是一个前列腺细胞 还是一个转 这张大家都看到它整个断掉了 这张非常奇怪 它不是某一般常见的斜面 一个横断 或是斜面 或是旋转 它就好像是整个挖进去 整个挖进去的断掉 但是骨头颜色都怪怪了 这骨头都很漂亮 好像很脏的那种感觉 那这也是一个病性的骨折 那骨头治疗 骨牌治疗其实非常复杂 就是我们必须先确定它就是一个恶性的 第二个我们要确定它到底从哪里来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原来其实的地方 那因为它跟治疗有关系 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它从哪里来 在治疗上用药 或是它 会了解它是对放这件 治疗会不会有效 另外一个要考量就是说 如果它是从 比如说 从肾脏啊 或是从 那个 骨髓来的 它可能就很容易流血 或是脚上腺来的 它可能就很容易流血 所以我们在治疗它 我们刚刚讲 外科治疗就希望 恢复它的一个结构的稳定 或是把它压迫的地方把它去除掉 那保留它最大的一个 骨头的一个结构 不要破坏它 那我们在治疗这个时候 如果它很会流血 那这个就造成可能 重大的一个 病发症或是副作用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在治疗前 会先做 血管摄影做酸赛 做酸赛去控制它的流血量 所以这个也是 在治疗主癌的时候 有时候必须要考量 为什么要先做切片的理由 因为有切片理由 你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理由 但是 大概有一段以上 就找不到 找不到它原来的地方 就是那些细胞 我们知道 癌细胞有时候 它分化非常非常的 不分化 就非常原始 原始的一个细胞 不知道它到底是 来自何方神圣 因为它完全不分化 我们知道细胞 它分化好的细胞 它一定的形状跟作用 然后可以去染色 可以去验它里面的一些分泌物 但不分化就完全没办法 那像这一张也很容易让人家污秘 这是一个十七岁 十七岁的一个男性 他来 他说他很痛 大家可以看他 斧头看起来 就跟一二植骨 看起来就跟其他植骨不一样 就好像挡了很多骨头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 成骨的细胞反应 所以我们就排了一个 骨骼爪牛 大家看看骨骼爪牛 在脚的地方也是有热饼 就是它的分数是到三分 所以 就是 打爆炸的 和医科医师建议我们 他进过去做证实 那 那我们是建议他做缺陷 但是病人后来 他觉得他痛好像没有改善 他就没有去理他 那后来 这个皮子并不是肿瘤 它就是一个 压迫性骨折 就好像当兵 当兵的 我们知道 当兵有一种 脚痛 它是叫做 病律性骨折 通常发生在第二植骨 就是行亲 信念 过度 它造成它骨折 它其实也是 但是我们的病律性骨折 没有问到这一点 病人就是痛 但是它运动量 它没有特别痛 跟平躺不一样 OK 那这个 这个是一个良性 刚刚有提醒 很多瘤 它并不是恶性 这个瘤 这个瘤感在这里 它不是恶性 它只是一个 一个古种 长在我们的宽骨的地方 它看起来并没有扩大 然后皮子骨还是完整的 那 那我们就为了圣子它 我们去做切片 做切片 然后把它挖除 挖除之后 再把它补补仇 那后来它就 首先 右边一章是刚开始的 它这个一个持股 看起来也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良性 恶性 而且它有症状 就怕它断掉 就建议它开张 那我们就 把那个盖子打开 把里面的 硬杖拿去花 也是良性的 我们就把它挖除 挖除之后 就补补活 它后面就长好了 这个病也就好了 所以也不是所有的痛 就是所有的持股 现象 都是那个 都是神 波涉病人年纪比较轻 年纪比较轻 他只有二次来一岁 年纪大神重 原化病的苦种 也就比较少 那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小朋友 大概十岁左右 那它是长在那个 我们的肥骨 长到肥骨的一个种 长到肥骨的种 那 看起来 因为它 它会痛 那看起来 有病理性骨折 那 那个骨头 不是一肝的骨折 它 皮脂骨 病到的地方 骨头 非常非常非常薄 然后也变淡 那我们华语是 这是一个单纯性的骨囊种 然后去化验 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血管 肿瘤性的骨囊种 那 梁静的肥肿瘤 其实 它虽然像那个 恶静股肿瘤那么难缠 会威胁到生理 但它 常常 不容易刮得很干净 它常常护化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 认为它是良性 我们不会把它整个切除掉 整个把它切除掉 所以常常就是 必须用化学药物 或是用银器去刮它 但是很难刮得很干净 身上护化 应该就把20-20左右 这个病人后来 就 突发了两次 就把它切除掉 才解决它的问题 就把它切除 那 这边的切除 对病人来讲 呃 呃 有影响但是不大 他还是可以正常走路 还是可以运动 但是不能太疲劣就是 那 那这个是一个 呃 病性骨折 那个 它那个 呃 公主的 病章部分大概都被 被吃掉 所以我们帮它 打了一个 打了一个骨髓内经 打了骨髓内经 然后它又回去做标榜 还有放 呃 放这治疗 那慢慢慢慢 大家看到了 这骨头就打回来 哦 那这个 这个让我们很讶弈 哦 被骨头 就是它骨头被吃掉 它还可以再长回来 所以它总有得到控制之后 它正常的气泡 好像还可以再运作 所以它又长回来 再长回来 就是它很高兴 我们也是很高兴 这 就长回来 一开始都 几乎不见 几乎不见 因为全部都长回来 哦 好像在变魔术的 很厉害 那 那 那 这个是刚刚那个 血管性肿瘤的那个 骨头 另外这个也是一个 长在那个 其实我最 今天 放了很多这种肠垫 它长在那个宽骨 近端骨骨的地方 这是一个 转移性的 一个 那个 那个 二性瘤 它从 另外 这是另外一个 五十几岁 它有肝 就是肝肿瘤在治疗 那它也是来看就是成功 没办法 走得很好 我发现右边这边 发现右边这边 骨头被吃 被吃掉 然后 然后我们就帮它 正立它的部位 等下换成功关节 然后再做化癢 它 它的这个 病状就得到控制 不过它 它肝肿瘤的地方 一直在做标把治疗 那标把治疗都有抗药性 其实做者会有抗药性 所以它其实也很紧张 因为它治疗大概快十年 那换了好几次 所以它还是继续在努力 在控制它的肿瘤 那小地方可能是没什么问题 它已经好了 这边好像控制好 就不再复发了 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八十岁 它的转移 鼓来的话 是在左边宽骨 什么宽骨 那我们现在比较新的概念 就是说 希望如果在 熔骨的地方 把它冠上水泥 骨水泥 然后再打当心 这样病人可以得到 比较好的稳定性 所以它疼痛控制 会有比较好的帮助 这个是发生在线上面 这个 正常的骨头结构 它被破坏掉 所以这个很胖 没办法动 非常非常非常不足 所以我们后来就给它 装上人工筷子 对 这样给大家看 就是说 我们其实 能够处理 就是说 把它骨折定告 看是不是要预防性切除 然后做固定 或者说已经发生骨折 就把它做一个好的固定 那在 这周固定的时候 考量会跟 一般 正常 就是一般的骨折 的处理会有点不一样 我们会尽量 用比较长的钉子 因为你知道它的转移的位置 是不是只有 你看到的这个破坏情况 它整个骨头都有一些定造在里面 所以我们会用长一点的伤心 那尽量用在硬节上 比较耐久 可以用的比较久 不容易断裂 这样的一个治疗 另外就是会加上次当的骨折 就是说我们定造的地方如果可以 我们会适当的给它灌注骨折 来加强 大概是这样 那目标其实 一样 就是希望对于它原来的一个构造 有定性长度 还有它的功能 我们都能够保留下来 那能不切骨 尽量就不切骨 那像那个 已经被弹器破坏掉 有时候我们把它刮掉 所以用骨折去天充 那其实我们的骨折的发生 其实 那个 因素其实非常非常复杂 比如说我这一几人 就是说我们骨蜜柱 被避养骨折 比如说骨蜜柱 比如说骨蜜柱 骨头被破坏 另外就是它就是 它就是 害其他 抽烟 喝酒 还是说 它容易跌倒 或是有一些胃肠 或是 的内婚命方面的一个提醒 也会让你的骨折增加 就是其实 就是考量有时候 没有说只有单一的一个考量 你要从这种肯明讲的因素都去考量 你才会比较先确得到它 可能花生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种因素都有它机会就变到了 那么 就是说我们的 针对防事 这是 骨骈防事掌握前击 那我们今天 现在没有算好告诉他 我们就去做测检 我们就可以找到 我们知识有病 那比如说 你去做一个船殖反应 你的船殖反应 肺癌是沒有 那你得到那個大腸癌的可能性是很少 但是我們知道那個農層 如果大病習慣改變 或是有什麼體重的降低這些 其實有時候他更進一步去做大腸病的檢查 那像肺部肺癌這麼可怕 我們有時候就會說那是做一量的一個 電腦斷層的一個檢查 可以提前找到一些比較小的病道 趁著他很小的時候可以把它切除掉 我們知道他的癌症分期 原胃癌還有第一期第二期 他後邊淋巴腿都還沒被轉移的時候 那你做治療效果非常好 Q可以說可以治癒 但是如果你已經到第三期第四期 你要治癒就談得容易了 就非常困難 就很控制 那控制的過程中以後就非常不舒服 我們可能要需要做一些平安的治療 因為他今天他跑到肝臟、肺部去 這會比較辛苦 所以能夠掌握心是最好 那苦癌本身都是其他 所以說都是其他習慣轉移來的一個 一個位置可以說 然後我們還是希望 要有一個健康的 飲食才會有健康的營運 那這邊可以看到 你如果有比較健康的生活平態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好的功能 比如說你到七十歲都還很健康 都還很有功能 但如果你沒有很好的一些運動習慣 那你講很早就會功能就會下水 就是很差的池碎 都會有差比較 大概是這個意思 另外就是飲食方面的一個三角 就是希望大家各樣的飲食都要去攝取 要盡量避免一些比較加工的食物這些 少有少年 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好的生活 健康的生活 生命大概就是這樣 尤其有弱 然後生生不息 但是好像重要的就是說 他們對我們對其他人有幫助 所以這大概神明的意義帶在這裡 就會傳染下去 所以有時候也不用太擔心了 因為我覺得好像 現在都不斷在進步 會越來越好的一個生活 大家現在雖然很忙 但是很多次都有一些更簡潛化 或是有些更好的心機 聰明的心機在幫忙 那現在時間 就是防禦 我們也常要穿兔寶寶裝 兔寶裝就像這樣 所以我們在外商科 現在阿姆克隆 有限率蠻高的 所以看到骨折需要治療 我們就穿兔寶寶裝 在我們兩個年輕人 出寶裝 所以 就是說 大概 生命大概會 占 有時候 年紀大生命很會占了你很多 思考煩惱的時間 但是我想說提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當然要 也是要花時間去 處理自己的身體 讓它更健康 問題要趕快早點去處理 不要讓它變 變得很晚 被拖到 然後就好像 能務次了一個時期 但是好像 好像大家都這樣講 有時候 你也是針對自己的狀況去 所以說不用跟大家 都一邊去追流行 我就說 就是說 你還是要 看看自己的狀況 但是這根本還是一個 對 就是一個比較規矽的生活 要養成一個 運動習慣 就是自己花 分別一點時間 也繼續運動 就是 可能會 說吃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不要太任性 可能 也蠻重要的 那 萬一 萬一真的 萬一真的有病的時候 也不要太被關 因為 因為 其實現在得意表 我看到很多 就是 癌症的病人 其實他們都活得很好 其實都活得很好 對 那 只要活得應該就是 最重要 大概是這樣 就是 不要太大 就是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那 剛才講 這七個重要的情緒 就是腾狀狀快 或是影響了血管神經 造成麻 麻 麻木有水腫 或是 斷掉了 整個自己變形了 或是 有一些全身的症狀 疲勞 疲勞 疲倦 生活非常沒有力氣 這真的很沒有力氣 體重降心 這些都是情緒 然後 你看看是有 大致習慣改變 就是這樣的家屬死 可能就要去注意一下 那利用可以刷檢 就是 不要偷懶 就找時間去做 另外 就是 就是說 病沒有實際上 可以告訴大家 我怎麼去 做檢查 像 適當肽檢 我可以早點知道 我到底有沒有 那 那 你沒有聽 檢查 可以說 我可能將來 可能會有什麼病 可以提前去指導 目前這個都 還是會支出的 但是 但是 我們知道 這個一定會 慢慢會 對 基因的 病序 跟疾病的關係 會越來越清楚 我想 未來是應該 很有希望的 就是 這些數字 你會覺得 怎麼會 不用 1 2 3 4 5 6 7 八個 比較 比較 但是 但是 這些可能 比較能夠描述 比如說 你看到那個 中型 中型的 曲線 這種正常的 一個 正常分布 還有這個 我們居然有很多自然現象 其實它不是一個 真正的 樹木式 就像 宇宙裡面 有很多 空間 我們以為沒有空間 牙籍要充滿很多黑暗物質 到 我們有型物質 反而只是 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這是我們可以去思考 那 這是我們 基隆附近的一個 遊樂場 小朋友遊樂場 他是希望 他可以給小朋友玩 但他希望說 因為 真的很少人去玩 所以他就是寫給人 所以希望鼓勵待避一件事 然後 就是讓大家好去 就是 有時候 過度保護 他玩也過好 就是讓他去 適合他 小朋友要發展 就是適合自己 運動一下 這是我們的 一個 一個 學育的 分禮 我們去參加他的分禮 他疫情之後 他好像 人場的 一年 他是馬來西亞強生 被他 是用 視訊跟他 哪一架 和他媽媽 視訊 他 就是 他 他這邊是在台灣 那他是馬來西亞 對 然後 就這樣 那 那時候 那時候是 一夜之前 那時候還不太嚴重 他就長在 長在分禮 是不是 然後現在在花嶺 當然 你鼓可以 就是 大家都很辛苦 大家都很辛苦 那就是 剛剛有講 就是 早期的社會大概就是這樣 就非常辛苦 那現在 大家其實也很辛苦 不一樣的辛苦方式 但是 我一直說可能 就是 還是 對這些事情 要有感恩的心 就會 日子會可能比較好過 大概 大概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 好 非常謝謝 謝謝 都提出醫師精彩的演講 我想 我們 現在 採取一種 雙向勾心的方式 那就是 請您舉一個手 我們兩邊都有麥克風 那給您報告 對您發問的問題 都要轉播出去 請您發問的時候 對著麥克風講 好不好 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全世界都可以 看到 聽到 您發問的內容 請您舉一手 我們給 送給您 然後向助醫師請教 你不要客氣 這位很難得 剛才助醫師 以他在 林口長根 基隆長根 三十年的經驗 他也舉了很多的案例 給大家都參考 談到 骨癌如何發生 然後 我們來治療 還來未來的因應的措施 他也告訴了大家 各位有什麼問題啊 請不要客氣 再叫助醫師請教 好的 請問醫生 我去醫院到那個 骨密度 三個部位 都是負2.8到負3 那對於預防性骨折 我打寶核 請問一下 那個寶核我要打幾個 才有機會就是說 骨密上升 那這個可以打長情嗎 那萬一他平擋的時候 他的骨密會不會很快就下降 那打骨密的時候 萬一碰到要拔癢或死癢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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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問我這個問題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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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那個 測量 我剛剛講 你是做上個地方 我們一般是做兩個寬骨 還有做 拉對心 結到 細節 這幾個地方 它統計起來 結到 因為 我們用負多少 多少 這個負其實是 負2.5 就是負2.5 的標準 標準 它 但這個標準 它是跟那個 我們 歐洲 那邊的一個 健康的 年輕人 統計他的股密度做出來的 一個量 然後跟他 他標準它 比如我剛剛講的一個中題 那 比如說 曾經在正中央 那兩邊各兩者 2.5 兩邊各一點 多個 交差 對 就是 兩邊都是2.5 2.5大概95%左右 就是說 你的 苦密度是在 小於 90% 正常的95%以外 所以 苦密度是不好 那 苦密度不好 基本上不見得一定會苦的 它只是說 你 發生力 會比 苦密度 沒有那麼不好 人要發生力 要再高 那 針對 那個 苦密度 做出來 要不要去 做 二線疫力 因為 寶格麗就是二線疫力 用藥物在治療 那 那 他們 國外 還要再考慮 要把其他的 因素 考慮進來 比如說 年紀 性別 父母有沒有發生過 沒有其他的毛病 比如說 裂鋒是性關節 或者是有那些慢性體系這些 這些 這些都考慮進來之後 他去上十年內 發生 脊椎骨折跟寬骨折的機會 比如說 發生力大小 他可能會建議你 那是不是這樣 你要不要 說改變你生活的習慣 多攝取鈣 像是 吃完 是不是要用藥物治療 那剛剛提到的那個寶格麗 他就是 他跟那個 蒼蠅章也不太一樣 不過他作用也是 作用在 我們的脫骨 比如說 意識他 讓苦頭命度可以增加 他 達到苦命度增加的一個目的 但是因為你從來都沒有苦得過 其實電保現在 電力的治療是 成因骨折 那你苦命度又 小而負2.5 或者說 你苦命度是 小而負1.5 以下 1.5 1.5以下 但是你的那個 骨折是 發生素 是2個 2個以上 他會 電保會增加的治療 但治療這個藥 他就可能 很大 但是你現在有提到 就是 一個說你去治療牙蛇的時候 他可能會發生下方苦的害羞 或是發生非癡的害羞 所以我們現在 到底說 我不成苦的 那我到底要治療多久 這個 並沒有定論 但是 一般是建議 在兩年就可以 不要治療太久 因為 因為那個 藥物它 它 作用在 後悟期 然後被造悟期 要一直影響到什麼 所以你的 苦命度增加 但是裡面的 我顯微結構 並沒有很分別的感覺 顯微結構就是 它苦腳梁的密度 厚度 它的分隔的間隙 它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感覺 那 這樣的話 繼續治療 其實它 它 還是可能會發生苦的 就是我們治療是在降低風險 另外 第二個就是說 停掉之後 的苦命度確實會掉 所以有人就是說 那我 停了這個 保護力 那我是用其他方式來代行的 但有人是說 就用那個 303元來代行一下 那303元的 顧力比較多 它要腎臟功能沒有問題 它要沒有那個 衛生命的 這些 那 再不能太平 再不能太平 那 那個牙科醫師 會很 忌諱人家去癌癌 因為它覺得那個化身體會比較安靜 所以我們的化身體也會很嚴重 如果你沒有用這個治療的話 你要 要不要先把牙齒治癌好 再去做這個治療 好 那所以如果你 呃 呃 考慮 呃 那平癌一般就是看它要不要 比如說 保護力是半年嘛 你就要平癌 半年後才 才去做打牙齒 那 那 其實我們比較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打了兩年 但你父母也沒有補得過 你的生活 也就是正常 變得要一直治療下去 比如說你就是去運動啊 摔在太陽啊 補充 不像一天太陽 但應該就可以 可能會這樣建議 那 這過度補充 可能會先吃 吃 之後打生打瘤傷 那個藥效會維持比較低 那個瘤傷也是不善 也可以 欸 福尚也是 福尚也是 福尚也是那個吃的 每周吃一吃 他另外有一種是 隔夜吃一吃 另外有一種 三月打一次 一個是一米打 對 對 他的 他的那個 鼓密度可以維持比較可以 是嗎 那 正常 正常的 正常的那個 鼓密度其實都是在反向 我們每個人都在反向 所以慢慢流失掉 跟肌肉流失一樣 骨頭流失肌肉也在流失 所以 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 因為肌肉維持 另外就是 因為肌肉維持 常會 常會折手維持 就是肌肉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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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肌肉維持 算暫時就沒肌肉維持 就扣下去 常常肌肉維持 所以 所以一個好的 以肌肉維持 也還蠻重要的 對 對 現在還沒有很影響 沒有很影響的一個 治療股脂肌 施工肌的方法 這是一個好多 有聽醫生講 他說 你連續打兩年 停半年 甚至一年 你在 你在打 也是可以這樣 那個 那個都 沒有 研究報告 所以說 有人說 停一下 先停一下 然後這個停的中間 就用名單人去取代 對 但是 他現在 這一場 包含十年 就是 但是那個是有骨折 那個是 可以看到十年 都有好處 就是說 像一骨折 肌血肌 沒有治療 要來的明顯 對 但是像這樣子 他並沒有 沒有文件可以查 對 你只是說 沒有傷害 就是說 有傷害 就是剛剛講那個 就是可能 對腎上光 你要考量 像腸胃道 他也就是說 你牙齒 如果要治療 你要先去治療 對 不然他可能 另外一個 非典型的 發生力會比較少 所以大部分發生在八十幾歲 八十幾歲比較少 其他有什麼問題沒有 是我的男生 來 請您對著麥克風 要轉播出去 醫師您好 你好 我們身上的癌症有好幾種 因為你說 肺部啊 還有肝臟什麼的 動作都會什麼 那哪一種的癌症 最容易傳播到 也是傳播痠癮 傳癮到 癡頭 哪一種 好像是會的樣子 會的樣子 那是不是有癌症的傳癮 就是 以骨折來講 是不是 應該怎麼說 例如說 很多 身上很多部位的癌症 對 都可能轉移到肺部 是不是 對 沒錯 那肺部的 肺部的癌症 最容易傳到 不可能 對好像是 資料好像是 對 其實好像肺部 是最容易傳播 在轉移到 股頭的統計好像肺部 最多 那總統 通常各種部位的癌症 轉移到股頭的機會 不是很大嗎 不是 不會很大 你說哪一個轉移機會不大 我說不管任何的癌症 對 轉移到股頭的機會 剛剛好像有 大概 我們轉移過去的機會 大概 有統計十幾到四十幾週流 甚至有統計到七十幾週流 那就是說骨頭 很容易被 骨頭很容易被 跟上的癌細胞轉移過去 那轉移過來的 癌症 骨頭的癌症 大部分是在 在關節嗎 還是任何地方都會 對 對 這個是一個好問題 但最長的還是在 對 對 對 其實我有看過很多 根骨也會 所以有時候會 對 那個 就是 對白 怎麼 就有些小地方也會 肋骨也會 肋骨也會 對 那根骨 膝蓋 股頭 我都看過 對 但是有一些 扁平骨比較少 左骨啊 天家骨啊 頭石頭啊 對 那理論上 身上的細胞 都很會 就變惡性 惡性它 早期它不會轉移 所以這個為什麼會轉移 其實也是一個禮 所以當它 因為剛剛講就是免疫上癡 其實它 一旦產生的癌細胞 免疫會認住它 就公平 它把它吃掉 它讓你角度把它吃掉 但是它能夠打大到 把免疫系統打坤 不認識它 它就有什麼好處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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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一旦轉移出去 我們就認為它是異性 就是它一旦沒有轉移出去 你要控制它 就會非常困難 對 它可能到處再滾 你今天這邊治療 哪邊它 那邊又出來了 所以它有時候治療之後 還要化療 就這樣 就把那些 殘存的 把它一起消滅 這樣子 對 但是化療就是很多副作用 對 非常多副作用 那 那 大概是這樣 我了解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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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他有什麼問題沒有 幾乎很難得 來後面 你好 你好 再給您慢通 等一下 給您慢通 讓它轉播出去 你好 你好 那個是這樣子 我曾經就是摔傷 然後到龍總的急診室去急診 結果醫生 大概沒有雙龜醫生 結果就沒有幫我造骨頭的 我也從書本那樣講 有時候你摔傷 腳受傷的話 那邊水光是照不到的 對 那邊水光是照不到的 所以很多都被嚴悟到了 然後我做了四年的復診以後 我發現我已經四年了 可是別人還有十幾年了 那個是我想請問一下 骨頭受傷了 傷筋動骨 是不是 真的不能痊癒 然後在冬天來的話 天氣會變化 平常不好的話 就像氣象台 那可不可以給我一個建議 然後我有 我曾經有 想要去打那個PRP血小短的 然後一針大概一萬六 可能打一針還是夠 可能要打好幾針 還不見得能夠痊癒 那我想聽聽醫生的那個 他說我年紀大了 打這個血小短的效果不大 那今天講的是骨癌的防治 所以再給我們做一個 就是骨癌的防治的話 是要除了筋痕的飲食以外 太太陽還運動 可是我這腳印受傷 我通常連動都沒辦法動的 那怎麼辦 謝謝 謝謝 今天有一個問題 就是受傷 受傷基本上 那幾針的處理 大概先排除有沒有重大傷害 比如說內臟受傷 比如你撞到胸部 那看看是不是有傷到肺部 或是傷到大血管 或是有肋骨斷掉 但是我們有很多受傷 就是X光是照不出來 因為X光主要是排除骨頭 有沒有變形 有沒有脫臼 有沒有骨裂 或骨折 所以你受傷受傷 可能還是去痛 因為比較單純的挫傷 或是扭傷 它可能就會痛上殘裂 就會痛上殘裂 另外就是說如果 如果你本來就有一些 比如說關節的 已經在邊緣的一些退化 比如說一度二度退化 那你受傷之後 有時候會傷到關節裡面 暖苦或是韌帶 那可能會更不容易 那針對那個受傷 其實我們的治療大概就是 給他固定休息 或是做物理治療 冰霧熱霧最堅持 冰霧熱霧最堅持 那 基本上 如果 只是單純一個受傷 你問上它不應該不畏好才對 因為 因為我們那個 骨折都可以治療 全身骨折都可以治療 那 治療之後成功率也都很高 但是你剛才講 就是說受傷後好像都已經沒到 恢復正常 這是有可能 就是說好像 我們受傷之後 或者組織自己恢復 你知道我們有時候會有一些 就是局部複雜的一些神經 經常 譬如說 被免熱會特別敏感 那 助行廣 我們的那個 漢線 還有血管 有時候它還會免熱 進化做得非常不舒服 這是有可能 有時候甚至是 你輕微受傷會產生很嚴重的後癮症 也有 也有 所以我們也看過 就是手受傷 總小一直都不容易 因爲 因爲 甚至只是一個 手受傷被你肩膀的出問題 就是 那 在這些 案例裡面 因爲 因爲 平常是沒辦法提出 我們都 把它稱爲一個 正後癡 譬如說 手肩膀正後癡 譬如說 反射性 至於民意之條 到現在還是這樣 因爲 不知道 甚至 可能就跟 因爲 嗯 因爲 這就是一個 神音系統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從理開發遇 這 其實來源是一樣的 那 神就神一之條 還很像很多種 你講話 那 那 那這個就 他目前 這個還是一個 神做一些 物理治療 腹腱 當然很多人都覺得 反正 改善不夠 所以你提到他PRP,PRP就是从抽血里面去移金,找出它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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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一般增长素,增长素就是用的治疗修复,静静增长 所以用的最成功的大部分都是运动人,都是一些实验运动人 他们比如说,他们常受伤 所以一般用来治疗韧带或是肌腺的受伤 因为少部分用来治疗软骨的一些病腺 但是他都是小范围的 用来治疗退化也有人,但是他的效果就差别很大 有的好有的不好 我有同事,小受伤他去找,他觉得很好,他还找了两次三次 所以花位不少 因为你是,他很算是退化 这医师会不太确定你化罪者是不是对你的 因为他就会讲说,因为这个退击物质单是自己身体 所以这有一部分是决定让你里面的浓度高不高 他现在有很多种疑心方法 有的可以到两倍,有的可以到三次,有的可以到一倍半 不等的 但是这里面 你没办法上去知道 倍数好像有没有办法 他都是之前用这种方法 他平均时代来说,这大概是两倍以上 所以他就 就会比较保守 那 那依我的立场 退化性关节也 基本上 我们也有医师自己业育长 他觉得他的膝盖挂,我就来保养,也有两个医生 那基本上,因为我们的 文件 这方面 不是很明智 有人说好,有人说明晓 这种说法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地方 所以我们都很保守 对,你要花钱 那文件可以说,这就是很好 很好意思就是说,比如说 我找了人,被找人,都不知道我找到这种东西 那比如说这找下去,跟你说,这可能是找到 你按个六成满意度,那如果身份好,应该就要到八成 我觉得这样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 难度 那我觉得这个是 他好像还没办法这样 他可能就六成,七成的 不同暴躁 大概是这样 我来向书医师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 现在常常在电视上看到 说现在要换 关节啊 不用开刀 特别强调 我现在每天在电视上看到 那您对这个 换关节不用开刀 这个事情上的看法 学位,我有看过他这样的一个说法 学位,没有人 就说,这可能就是 只讲事实的一个小部分 然后换大了一讲 我们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那个 连工关节 他就是针对 我们关节在退化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不能用了 我们现在讲到正常 就是我们为什么 他不是只有一个四糖曲 他就是不断在连工花 要解决 关节这样 不管是 外伤或是自然退化之后 退化到某程度,他不能用了 他成功了 他跟连手都非常困难 来发展出来的东西 我相信有很大部分的体力 都退化到某程度 大概没办法 靠 当然 保守治疗 效果结界 就变成说 那我就保重 我就 就带个腹肌 那我就做伦理 就拿来拐杖 当然是OK 但是 但是如果 你一个 希望比较活跃的 希望一个比较 过去想过生活 你可能 退化到某程度的时候 是真的需要 因为有时候真的很想痛 或者说 你做脚要站起来根本就没办法动 那生活其实蛮辛苦 那人工关节在这一方面 的确它是 是很好的一个治疗方式 那那个医师替我了解 他是强调说 你很多成统 他医师跟你讲退化 那个不用开刀的人 他是 没有把话讲得很清楚 他说那不用开刀 其实他讲的 我有听过他的讲法 他说是很多宿病 我们叫宿病症候群 那宿病是我们铁台花园的时候 关节它会很多内侧 宿病外侧宿病 那长大之后它会消失掉 但是 宿病万一 是 没消失又很硬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关里面有一条 宿在这边磨来磨去 会把我们关节 磨坏 引起疼痛 但是跟大家报告 这个宿病 在 所有病 它能够关节病里面 应该不到10% 它暂时没有到那么高 所以他也进了 比例但是比例没有 变成一百 没有那么多,不是所有人的成功都是宿病 大概百分之几左右 病理性宿病更少 所以他的 想法就我看是有点 就是打脚放大 没有全部想出 想一部分 我只能这样讲 他只想出一部分 朱律师你好 我妈妈的状况 大概在三四年前 腰椎有 压迫系骨折 然后有 注射骨泥 想要请教 苏医师就是 注射骨泥之后 就是 那几节 是不是就永久都 安全了 不会再 发生骨折 对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也是延续 刚刚那个 骨贼书冬 就是 我妈妈她 骨贼书冬很严重 大概 负5.6 对 那就是也 也是补充那个 骨贼那个 对 是打增计 一年一次 那 就是 连续打了两年 然后后来因为疫情 对 就 不太敢 对对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就先割着 这样 那有了从 负5.6 进步到 负5.3 对 那想要请教 苏医师就是 这样子 我妈妈这个程度这么严重 那 不要的状况 对 就是 有效 那 负5.6 这样的状况 骨贼几率 其实很大 对 那不好意思 又一个很重要 就是 因为我妈妈 她颈椎 压迫的很严重 那 到神经外科 做了 VT 对 那些评估 然后 医师说就是 呃 压迫的很严重 有压迫到眼脑 那 医师说就是如果 呃 建议 手术 如果不手术的话 可能有有 生命危险 这样 对但是这个手术又危险性很大 对那 可不可以请苏医师求您建议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那个 灌的谷者营 他现在那个 灌谷者营 你最常 呃 产生的问题就是 灌的时候 外漏 外漏啊 跑到不应该跑的地方 往前漏可能会有血管 往外 往内漏 可能会去压迫到神经 就是 应 呃 那个 那 有时候需要再开刀 那另外一个 灌谷神移 比较常见就是 因为他灌下去之后 他可以立即 传解神经 但是 那个他上下节的邻居还是骨质屠宗 所以有时候会 变成临近节的骨头也跟着垮掉 变成 灌一次他再灌上去 那 灌了之后 骨头是不是就 就没事 其实也 也不进展 然后有时候 啊 因为我们身体还是要互受 所以有时候 灌下去的东西 他 他如果没有 他那个空间没有很稳定 他又可能 被 一个 弯腰 他又往 移位造成不舒服 压迫到神经 但是 这种发生率不高 基本上 灌了之后 因为 大部分都是 人气很大 活动需求不大 所以在发生这些 机会 不是很大 那会灌骨质银 基本上 就是不希望 他希望采为创丽 希望 这种快速 有效安全的方法 来缓解老人家的疲痛 所以如果老人家 他的 苦仇很深 变形很厉害 有时候 他还会有其他问题 还是会有其他问题 那打针 基本上 打针基本上 一年 一次 或是三个月一次 他有苦折的话 我们的文件是告诉我们要继续打 最好打的起义 那 但中间如果有 不方便可以改成三个月改成 半年都OK 甚至改成口无的也可以 一个月一次也可以 那颈椎那个 是应该是第一节 往上跟我们神谷往上出 那是蛮危险的 可是他都蛮危险的 那 如果医师说你有 盐水压迫 可能这要慎重考虑 因为那压迫 盐水就是生命中心 压到就 呼吸可能 应该都会受影响 你可以在寻求 别人意见 会这样 这方面的状态 看自身的希望 还是有一个保守 需要 如果会压迫 应该是要 好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幸会很难得 好 都没有的话 我们再次感谢 祝医师精彩的演讲 以及精彩的会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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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